我們繼續走蔡英文路線 對不對 走蔡英文路線 最好的打擾一定是賴清德跟蕭美婷 跟各位說 台灣實在是很重要 美國也了解跟台灣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過天荒的跟美國協商談判 40年來最重要的談判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我們首帝的決定已經談完 這是40幾年來 台灣跟美國最完整的貿易協定 前幾天 美國的貿易代表署的代表戴琪出來說 這是為台灣量身打造的貿易計畫 說台美貿易有重大的進展 這是特別讓人感到自豪的成果 這就是對台灣的重視 我們跟美國的貿易關係的強化 大家說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在野黨為了選舉的利益 抹殺第一線外交同仁跟經貿人員的鼓勵 裹黑世界對台灣的信任和鼓勵 各位好朋友 蔡英文的執政團隊從來不悲公屈膝 我們自信沉穩 我們尊嚴自主 我們抬頭頂胸走向世界 我們讓世界上架台灣 讓台灣在世界上光榮驕傲 這樣說對不對 對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明天大選不只是關心到台灣未來的走向 也攸關全球民主的發展 跟國際公務店的安全 我們要繼續選對的人 讓台灣走對的路好不好 好 我們一起努力 1月13號一定去投票 不但我們去投票 我們的親戚朋友 我們可以影響到的每一個人 我們都請他們去投票 繼續上架台灣 支持賴清德蕭美琴好不好 好